你知道我現在就是 有點像半性戀你知道嗎 半性戀就是 不管這個人的性別是什麼 不管是男性女性還是 不管是男性女性 好像他就是 他只要更往多的來 我就有可能會喜歡上這一個 有時候會覺得 這個女的好漂亮 對 會想要多跟他認識 所以女生的房子是典科 還典科 還典科 還沒try過好不好 還沒睡過 一頓相來說 我還是去男 台灣這麼沒逃晃 我就快哭了 怎麼可能 因為我肯定不起來 真的可以講嗎 可以啊 所以反正就是anyways 拜託好不好 桃花 桃花請別 因為我現在 因為我真的覺得可能在台灣 是會遇到最多認識的人 所以他們就是會 你知道 但是我在國外的桃花就是都很好 可是我又比較遠距離 所以台灣就覺得 我走在路上真的是蠻長 會被搭訕的 他們就會說 Gorgeous 或是他喜歡我的頭髮 喜歡我的穿髮 這樣 然後他們說完就走了 就是會大善讚美人一下 你知道我現在就是 有點像半性戀 你知道嗎 半性戀就是 不管這個人的性別是什麼 不管是男性女性 還是不管他什麼性 好像他就是 他只要跟我合格來 我就有可能會喜歡上這一個人 對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個女生好漂亮 對 會想要跟我跟他認識 所以女生也OK這樣子 我不會定義他男性和女性 我覺得這個人 他比較過很多的 就是有機會就是有機會 對 看他願不願意接受 就是對阿 所以女生的房子也可以嗎 還沒踹過好不好 還沒睡過 基本上來說 我還是去男 我跟你講我國中真的是很常上廁所的時候 尤其到現在我依然是上那種 好像座折上的廁所 哦 所以我上廁所 因為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從國中開始 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只要上廁所呢 就會有一群男生 尾隨我進 尾隨我進廁所 然後看我的小雞雞啊 就是 故意在我旁邊 就是名位置這麼大 硬要記在我旁邊 這樣一直看 對 然後 我那個時候呢 就會上課的時間去上廁所 然後 或是上那一種 大便的那個 嗯 大便經 因為我不敢用 那個什麼 聖影你看他們 我都是余光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長相長怎樣 可能有幾個零歲的 知道 他們有就是 可能自己創立一個品牌 說會請你幫忙 怎麼可能請你開 怎麼可能 喂 是再度先拿出來 對 但是沒有道歉 因為他們可能也會覺得自己做錯啊 就好像剛剛講 其實現在很多危險事 他們可能覺得他們可能開玩笑 對啊 他們還敢來找你 就是幫他們的品牌宣傳 他說 欸 你宣傳記得我嗎 我說 嗯 那學長啊 他說什麼 我忘記你了 就是 回一個愛情 就是 喔 就是 別丟給公司的人啊 就說喔 你們就是請經濟公布主 那個學長就是 就是 台客自清 就是 高三 國三 他就經 他就經過我教訓的時候呢 他故意說 欸 你還好嗎 就是講這種 就是 看新聞 對啊 就會講這種 你知道 機車的話 嗯 你當時有很受傷嗎 就是學會回家哭啊 我覺得長大後 然後那個傷口才會被我 拿出來感受 嗯 小時候還不太 像以前就是家人過世 我也過不出來 嗯 可是長大後 那個傷口就會被我拿出來 然後再 那個傷口就會一直 被我重新認定 比如說看了什麼東西 有一點電影 或在路上看到什麼畫面 那個傷口其實一直都在我的 身體裡面 只是我一直 我一直不斷地應應那個傷口 對 可是小時候真的 不太懂事 不太知道怎麼哭 我難過 或是 就愣在你媽 嗯 對 不太知道怎麼處理這個世界情緒 最近有想到報復還是 報復嗎 現在的存在 不就是一個報復嗎 不敢說成就啊 但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現在就長得 現在是蠻漂亮的 活在一個大眾的一個之下 對啊 因為我現在私底下 包括我宿命的時候 看我自己又覺得 天啊 變成一種大眾的 那一種很難看 不太知道 那一個還沒了 たま 下一個